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2019年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就要结束了 也马上进入冬至了 轻微索索的往下降 我们冬的 头疼 眼疼 大叛蹄 花儿们也是这样 开白的开白 落叶的落叶 不过也有这几种花 花开的争亡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在寒冷的冬季 最适合羊的五种花 蟹蟑烂 花齐长 能从现在 一直开到明年春天 适合放在瓦石羊 能够在野盐 吸收空气中的二氧花碳 不与人争夺氧气 处在花齐中的蟹蟑烂 我们尽量别给它换盆 要给它同度的光照 注意给它同风 短热喷脱清了 我们就给它搅一次透水 注意千万不能乱动为止 以防乱滑乱雷 选择呢 在开花期间 尽量别拾弄废 滑白后 把定端的叶子 给它进行一次修盐 并且 适入适量的 铃鸭剂 以促使下一次的开花 插花的花期比较长 一般在 头年的十月份 到第二年的三月份 到第二年的三月份 并且 拼入很多 四季茶花开的很早 在牙羊上一喷 寓意特别好 放在室内 还净化室内的空气 冬季羊茶花 要给它多晒太阳 观察 它喷头表面发肥了 焦头水 如果茶花处在云里起 可要喷面 卖点骨粉 给它补充 茶花在开花期间 温度保持在 10到15度之间 花朵才能完全开放 不然容易造成 花朵造像 或者不开花的现象 长寿花的花期 特别长 春 秋 冬 都能开放 与些热炼相似 放在卧室里 它能洗手 二氧化碳 放出氧气 对人体的健康 特别有利 长寿花的花期 前期换配 即食弄肥 我们可以给它 薄肥吸食 被添灼晒太阳 感觉喷头表面 发肥了 给它脚趾脱水 滑白后 兼去碳滑 即滑下的 两倍热的 如果维度特别高 每张花宝的长寿花 可以给它换分 给它追食一遍 花短短二号 因为长寿花 属于端子照植物 我们可以每天控制在820亿内太阳 来促进它的开花 兑圆花 它的品种特别多 开花量特别大 只要养护好了 有的品种一年能开两次花 只要掌握了它的生活细性 养护也并不耐 在寒冷的冬天 我们养护兑圆花 要给它多晒太阳 平时我们短的盆土明显变清 就给它浇一次透水 最好把花粉垫起来 让透水空 疼空 如果我们发现执着 有落叶的现象 短片都是环境不同风造成的 我们要给它开创 喝里的同风 落叶里马就能改善 辣米的皮肉很短 多年来受到人民的青睐 它的正常花期 在10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 如果我们养护在室内 在寒冷拉远 它就会傲全开放 辣米的管理是比较粗方的 平时养护当中 我们要给它短晒太阳 浇水要健康健实的浇 开放期间 我们尽量就不要给它施肥了 辣米是比较抗动的 在零下10多度的温度下 它也不会冻死 以上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五种花 在寒冷的冬季 朋友们你还知道那些花 在冬季冬季的花饭也没呢 欢迎在视频下忘了留言 咱们共同谈讨 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